Hello 大家好 我是卡卡 今天要跟你们分享一个好消息 我们2024年的异想手帐 马上就要跟你们见面了 这已经是我们出的第八本异想手帐了 今年的主题是白日漫游 这个主题的灵感是来自于旅行 无论是长途旅行也好 或者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就在我们的周围 自己的城市旅行也好 只要带着漫游的心态 其实到处都能够发现好的风景 今年的手帐的封面 依然是历历化的插画 当时确定主题以后 我们其实做过很多个封面的设计 也是讨论了很久 最后才确定了这个 这个颜色太治愈了 你看大片的这种金黄色的树林 蓝圈 海水 还有帆船 火车 今年的插画的方式是平铺的 所以翻出来以后 你会觉得整个视觉上会更愉悦 里面的插画的内容呢 其实灵感都是来自于我们的日常生活 比如说在傍晚的时候 靠在街边看夕阳 或者是这种比较抽象 有意境一点的 在没有插画的月份 我们也做这种简单的主题小插画 每一个月都是不一样的颜色 不一样的元素 异想手帐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我们的这个封面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硬壳包装 而是这种软软的壳 所以你拿到的时候会觉得 整个是手感很好的 用久了也不容易损坏这个封面 而且整个手帐门非常的轻 这些优点都是往年的手帐有了 我们都延续了 手帐的外壳还是一个纸盒子 方便大家收纳 但是做了一点点不同的设计 是用了这个镂空的图案 有一个剪影的感觉 讲完了封面 我们来说一下内页吧 很多用了手帐的小伙伴觉得 对他们实现梦想帮助很大的 意想清单 很多计划 很多小梦想 很多你想做的事情 当你把它写出来的时候 你能够实现的几率 绝对比你只是在心里想想要大得多 如果你们以前从来没有做过手帐 从来没有写过年度清单 你们不妨也试一下 这个打开方式 我觉得也是我们手帐一个很贴心的设计 但是可以180度平复的 写的时候非常的方便 手帐的那页依然是208页 这个跟往年是一样的 里面包含了年度计划 月计划 周计划 为了让大家更快的用上 是从12月开始的 也就是你拿到以后 差不多你就可以用起来了 往年我们在这里 会把今年的主题写在这 但是今年没有放在这里 而是放在了我们的这个地方 我越来越觉得 其实每一个人对手帐 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也许你也可以写下你的年度主题 所以就把这个空白的地方留给你们 每一本手帐的后面 有这个放票据的票据夹 这个是大家很喜欢的一个设计 曾经有一年取消了 然后在大家呼声下又增加回来了 跟往年一样 依然是会给大家送这个手帐的贴纸 今年的贴纸呢 有三张 一个小便签纸 可以用来写一些你自己的代办的清单 或者是备忘什么的 后面呢这个空格其实是一个21天打卡计划 因为我们最近不是发起了很多关于什么练背啊 读书啊什么的打卡计划 就可以用这个记录一下 而且很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八年了没有涨过价 而且我们依然是跟国内最好的印刷厂 雅昌合作来做这个手帐的 我们今天的这个手帐纸呢 是用了98克的白元书写纸 很环保而且很好写 它是不容易透目的 而且里面的这个色彩也很柔和 不伤眼睛这个就是一个小小的书签 一个无限的形状 你们有人集集八本手帐吗 举个手 每一年其实我在介绍手帐的时候 都会有很多小伙伴说 能不能出挂历 今年终于来了 刚刚大家看到的所有美丽的画 在我们这个挂历上 都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呈现 为了方便大家可以把画撕下来 我们这里是做了虚线的 看到吗 这里有一个虚线 这里有一个虚线 就撕下来的时候可以保持这个画 非常的完整 放在一个这样的框里 放在家里就是很好的装饰 要知道粒粒的版画是很贵的 为了方便大家挂 这个异想阅历 我们是自带了这个缅钻的钉孔的 方便大家可以用挂绳 把它挂在墙上 也可以用钉钩挂在墙上 因为我们太喜欢这个封面了 所以今年还出了一个帆布袋 是用了我们封面的这个部分做的 然后它是全棉的数码印刷 上面还有一点刺绣 我们用了刺绣的这个工艺 是希望更有层次感 你会发现食物的质感是非常非常好的 我们专门选了一个超薄的这个棉 拿起来很轻 比一件衣服还轻 就算你放了东西 它看起来更有那种随性的感觉 这个布料也是可以让粒粒的话 更好地呈现的 帆布袋其实要买到特别好看的图案 我觉得是不容易的 我自己用帆布袋的时候觉得完全长过的帆布袋呢 就有点不方便 所以我们专门做了一个这样的磁吸扣 里面也做了一个这样的小的夹子 就可以放一点卡零碎的东西 好了 今年的2024异想手账的系列产品呢 就跟大家剧透到这里 我们十月份见 我们下转了一个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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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